来了来了 她明明是我的女朋友 我却不但要掐着她的脖子 还要反手送她去见太奶 只因在十年前 姚敬寒就是学校里公认的一股清流 身为校花的她并没有选择富二代 而是选择了我这个穷掉司 而我也一直以为是我祖坟冒经验 才有幸找了个校花做女朋友 让我没想到的是 其实姚敬寒接近我是另有目的 她是受李家少爷的指使 起初是为了父少的恶趣味 可当默示游戏将领 就想借我只手来帮李家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之后再把我灭了 随后我也付出了毁容的代价 才从李家手上侥幸逃脱 之后我在李家的追杀下 成为了龙国的第十位战神 就在两位中立阵营的战神为我庆祝的时候 突然一只丧尸之皇杀了进来 我清楚地记得就当我和丧尸之皇战斗的时候 中立阵营的那两个别独子突然反水 连同狮狂将我被刺了 就在我迷流之际 女友姚敬寒突然出现 而那只狮狂也正是李家让他带来的 到死我也不会忘了当时他的那副嘴眼 随后我猛然从床上惊醒后 此时我一度地怀疑现在是死后的念想 不对 嘎了怎么还会有触觉 还那么真实 还有这手 怎么会没有老姐 怎么那么难 于是我连忙观察起了四周 这这 不是我大学宿舍吗 难道这都是真的 为了验证我是不是回到末日十年前 于是我立马凭着记忆一把抓起枕头 果然有手机 因为末世这十年 手机早已沦为废品 现在居然还有手机 于是我立马开启前置设想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十年前帅气的人 既然脸上没有伤疤 如果是被人救起 我脸上的伤疤不可能会消失 随后我狠狠地给我自己一大嘴巴 嘿嘿 果然 错不了 我真的回到了十年前 看手机的时间 现在应该是末日游戏降临前一天 特喵的 姚敬寒前一世要不是被李家护着 之后我也看不到你这恶心的嘴脸 还好老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这辈子我一定要将你们都铲除 想到这 刚好姚敬寒给我发来一条短信 上面说他今天要做剪职给小孩子补课 没有办法陪我过生日了 见状我顿时火起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上辈子他所谓的补课 其实就是求着李大少教作业 随后我一拳捶在桌子上 想到他们竟然把做作业的小天天 送给我做生日礼物 特喵的 既然从活一世 我一定不会让这可耻的事情 再次上演 于是我将计就计 立马约他来学校的废弃小仓库 说有惊喜 发完我就背着背包出了宿舍 朝仓库走去 而此时的天空却一片痛苦 没错这正是游戏降临的前兆 这时路上的同学还在兴奋地交谈着 这火骚云真好看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七点钟一到 末日游戏将会侵蚀现实 全球都将变成一个巨大的游戏 随后我来到仓库 一把推开了迈向复仇的大名 只见姚静寒正高高在上 坐在不远处的一张凳子上 一见到我就不耐烦道 你怎么才来 什么惊喜不能等我补完课再点了 见状我强忍着不是 露出笑脸 亲爱的别急 马上就给 说着并拉出早已藏在袖口的小刀 下一秒 二话不说 一把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此时的姚静寒顿时慌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平时对他为命适从的我 居然想对他强行做核栓 可我接下来的话让他猛了 438年4月14日 魔都花旗酒店 消费69000元 438年4月24日 魔都太子酒店 消费9万元 这时姚静寒才反应过来 这都是和李少的开房纪律 都说得这么清楚 而此时的姚静寒却还想找理由蒙天舞 见状我立马捡起了他掉在地上的手机 当着他的面翻开了他和李少的聊天记录 只见 里面记录着补课的真正内容 随后我还点开了本来要送我的生日礼物 林子洛 我愚蠢的男朋友 祝你生日快乐 你真以为你祖坟冒青烟 能得到我的青睐 再说你就一个孤儿 哪来的祖坟 要不是李少想给你戴帽子呢 你这样的穷逼我看都不看你也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被李少看中 享受富贵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姚静寒呲牙咧嘴道 那你还敢掐我 李少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并试图掰开我的手 现状我毫不犹豫 逆刀下去 送他见了太难 随后我普通一身跪在地上 终于流出了那长达十年欺辱的泪水 但这明显还不止 还有躲在庄园里的李少 就在这时 叮 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末日金手指系统 听完我顿时猛了 连忙掏出手机确认下时间 不对啊 现在才六点多 我记得游戏是七点才降临了 再说这系统也不对版了 这金手指系统是什么鬼 丁 为了给宿主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本系统能够破解末日游戏中的数据 丁 系统任主完成 请宿主抽取金手指 听到提示猛逼中的我 下意识默念了一句抽取 超级金手指抽取中 丁 恭喜宿主获得超级金手指 非常暴力 在游戏中斩杀所获得的物品 暴率有1%提升到满 此时我就想 母牛尾巴下面该张补 也就是说 我以后没打一只丧尸 就必报一件物品 这辈子会不会给的太多了 随后我表示怀疑的换出了系统面板 只见系统面板清楚地描述了详细的信息 还贴心地告诉我 每升时机可再次抽取一条金手指 看到这我瞬间不淡定了 卧槽 我这是小母牛到了南极啊 随后我仔细研究了下系统 我发每完成一次系统任务 也可以抽一条金手指 卧槽这下不只是小母牛到了南极 而是小母牛环游全球啊 这把冷了 可以去和李家钢上一钢 可是这李家是龙国的三大家族之一 底蕴雄厚 不但有提升人体的秘书 还有众多死士 再加上目前还没弄清楚 上辈子李浩博是出于什么原因针对我的 好像是和我那死鬼老爹有点关系 先不想那么多了 既然有了金手指系统 那么现在还是先提升实力 随后我结合上辈子的记忆履了履思路 便老成栽栽地朝仓库外走去 此时学校到处是情侣在通红的天空下 拍着照 秀着恩爱 而我知道 在这末日下 这学校是不能待的 人口太密集了 于是我独自一人 朝着学校外的小旅馆走去 出于谨慎考虑 我不但开了一间房 还买了点食物 随后还尴尬地点了三号济师 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 老铁蒙花花年 下集更精彩